再来又看到台中一名灵性女子在20号南下高雄跟朋友聚餐喝酒 喝完酒之后呢竟然是违规酒驾 但是因为喝得太醉了分不清楚车上车道的方向 女子呢当场是逆向被巡逻远警打个阵着 事后这个女子还大言不惭的说高雄怎么抓酒驾抓得这么严 巡逻警车行驶到一半 只见前方车辆宛如摩西分海般的闪避 原来有轿车违规逆向远警立刻下车盘查 直接女驾驶浑身酒气 面对远警盘查还看似不配合 心不甘情不愿女子这才乖乖接受酒册 这一侧不得了女子酒册值果然超标 再来再来 知道自己跑不掉女驾驶还打算求情 但远警人公正执法 适发到20号晚上9点多高雄前京区民生二路 当时这名灵性女子从台中南下帮朋友浸身 喝完酒想说离下榻的饭店不远就贪图方便开车 但因为酒醉了分不清楚车道方向 就开车当街逆向也被巡逻远警逮正着 与警方言谈中还大言不惨向远警询问 高雄怎么抓这么严 远警当场告诫女女 饮酒后就是不可以驾驶交通工具 女子酒后开车违规逆向 好在没发生事故 只是她心存侥幸这次却提到铁板 就盼学到教训 下回狂欢过后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借由高雄众报导 小的时候 不管是constru了 enquanto